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投资战略 那什么是投资战略呢 也就是说我们需要明确 你投资要达到什么样的目标 那你这个投资的目标 应该和你这个起义的战略目标应该是一致的 再有 你按照什么原则去投资呢 你的投资规模是多大呢 那你的投资方式什么呀 我们说这些问题需要经解决 那就说我们在投资战略设计的时候 都得需要考虑到 这个投资战略 我们说这个目标应该说是你这个企业战略目标的 最直接的体现 你得通过投资才能够获得你的报酬 其实我们讲这个战略目标 它里面应该是多重目标 就是说要满足你的收益性 还要满足企业的发展的要求 而且可能这个企业还有公益性的要求 这都是你在战略目标中需要考虑的问题 而我们这里面讲的投资战略 它最能够体现出来我们战略目标里面的 这个收益性的目标 也就意味着我们把这个资金投下去之后 你要保值要增值要提高它的投资的这个效率 这是我们要考虑的问题 那接下来 那我们在进行投资的时候 应该遵循什么样的原则呢 说我们这个投资战略的目标清楚了 就是为了满足企业战略目标里面的那种收益性目标 我们要使我们投入资本要增值 要提高使用效率 那么具体到原则上来讲的话 我怎么投 首先一个 你这资金应该投到最需要的项目上去 最紧迫的项目 你要先满足它的投资 那么再有 投资的时候应该适时适量 在什么时间去投 我应该投多少 你得把握好了 这叫适度 再有 我们在进行投资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能够随着环境的变化 而要做出相关的调整 市场环境发生变化了 技术环境发生变化了 政策环境发生变化了 你都要能够对投资战略做出适当调整 这叫全变性 接下来 我们在进行投资战略设计的时候 那就说 我们在不同的生产要素上 我这个资金应该如何去安排 讲的就是一个投资资金的一个配置的问题 那就说 你在固定资产上投多少 你在流动资产上投多少 那么你相关的人员这块我应该投多少 都要做出一个合理的安排 这叫协同性原则 那么这些东西你一定要注意 在考试的时候 他可能把里面的其中一条或者两条 放到我们案例材料里面 会问你这个投资战略 体现什么原则 你比如说 他随着这个外部环境的变化 比如说政策环境变了 他能够要及时调整 那叫全边性原则 在投资的时候考虑了各项资产的投资比例的安排 说我们叫系统原则 那就说提到哪些就答哪些 没提到的不要写 我们有权上来 四个原则全写上 完了没分 人家题里面就提到了全面性原则 体现的系统原则 只答两 才满分 你答四个没分 那是我答一个呢 我答了全面性原则呢 得相应的分值 这就是我们乐卷的方法 要注意 不要这个狭血写那么一大串 现在我们说路路是吧 还好一点 像过去的时候是 这个这个直达件的时候 老师你看我没时间写 这个写不完 那写的手腕都疼 是 你把没用都写上 那大课本书全抄上去 你手腕的肯定疼了 现在说老师让没时间 敲这太慢 你个敲的手只都疼 你敲那东西没用的东西 你真理性作答 没有那么多东西 没有那么多字 所以说这个时间应该是很充足的 当然前提条件 只是前提实物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投资战略的地位和作用 那就说把这个投资战略放到整个的战略管理体系里面的话 它的地位和作用如何 首先一个 我们这个投资战略 他说具有导向性 那就说我们在真正实施这个战略的时候 你首先得把企业的内部资源进行合理的配置 这是在第一位的 没钱干不了事 我们讲资源配置 有型资源 无型资源 人力资源 在每个上应该如何去配置 相应的资源怎么去搭配 他需要的人 配好没有 需要的这种资金配好没有 需要的技术配好没有 这是前期 叫导向性 如果这个没有事先给他科学合理的配置的话 你后边的这些事实都白谈 说我没人 我怎么进行后期的研发 对不对 你说我这没钱 你说我怎么进行资金的收入 接了什么 叫保证性 我们说你这些资源能够合理的配置到各个部门之后 你各个部门才能够很好的去衔接 从而怎么样 来支持你的总体战略 你的经营战略 能够正常实施下去 接下来就是超前性 超前性同样也是我们刚才说的 那就说你的资源的这种配置 在各个部门之间 应该是先于其他的这种制装战略 就像我刚才说的 人得先安排好了 该招聘招聘去 该给多少钱给多少钱 先挖人去 这钱不够了 想办法筹策去 筹策之后你将来怎么样 你想干什么事 我才能有资金的投入 超前性 在第一位的 再来就是风险性 说我们这种投资战略 你想想那是未来的投资 未来投资就意味着是不确定的 环境是多变的 那这时候怎么样 我们就得充分考虑到那种风险 是不是 那如果把这风险降到最低呢 我们这里面通常讲了 投资组合可以分散风险 也就是我们通常说 不要把那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面 要多放这个篮子 组合分散风险 把这样的东西了解了解 熟悉熟悉 也不需要去背它去 大概知道是这么回事就行了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投资战略的选择 我们在进行投资战略选择的时候 其实也就是说 对你这种投资规模 投资方式 做出一个合理恰当的安排 那就说你这种投资规模的大小 一定要和你企业的这种发展要相适应 你比如说你企业发展速度比较快 那你投资规模当然可以大一些 如果说你的企业发展的速度比较慢 那你投资规模应该小一些 是不是 再有就是关于投资方式 要和你这个风险的管控的能力 要相结合的 要相协调 因为你不同的投资方式 它的风险高低是不一样的 你比如说我们在进行投资的时候 那个长期的投资 要比那种短期的那种证券投资 肯定风险要高一些 那么再有 那我们说你进行这个债券投资 或者进行股票投资的时候 风险也是不一样的吗 你股票投资的话 你风险会比较高 你这个债券投资的时候怎么样 你风险就比较低 因为你进行债券投资的时候 将来可以定期得到利息 到期收回本金 对不对 那么代有 那么你这个资金放到流动资产上 和放到固定资产上 我们说你风险高低也不一样 因为你的固定资产 它这个期限会比较长 变现能力会比较弱 所以说那个风险就高一些 而我们说你在流动资产上来投的话 那就意味着你比如原材料 那我一年就可以耗用完了 钱不就回来了吗 所以说风险就会比较低一些 所以这样的话 就是说我们在投资规模的安排 或者投资方式安排怎么样 一定要妥善一些 一定要恰当一些 那接下来我们就具体来看一看 它一个投资战略的具体的类型 那首先我们来看一下 直接投资战略 直接投资战略就意味着 你是对经营性资产的这种投资 比如说你的厂房 设备土地 这就属于直接投资的战略问题 那么这种职业投资战略 我们具体来划分的话 可以有不同的角度就划分 那我们根据它的目标的不同 一个它说叫提高规模效益的投资 你比如说我扩建厂房 增加生产线 增加分厂 规模做大 规模做大的话 就意味着你的单位成本会降低了 这叫规模效益 接下来就是提高技术进步效益 我们搞研发 搞投入 买这个先进的设备 然后怎么样 我技术上去了 当然我竞争实力就强了 是不是 这叫提高技术进步效益投资 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提高资源配置效率的这种投资战略 这个资源配置效率最为典型的讲的一个资产是如何配置的 你比如说你在流动资产投多少 在固定资产投多少 这里面讲的什么 讲的一个资产结构的优化问题 是不是 如果说你这个固定资产上投资如果比较多 那就风险要偏高一些 那属于什么呢 那就属于冒险型的资产组合 如果说我们在这个流动资产如果投的比较多的话 那就是风险比较低 那就什么 那就属于保守型的 把这个注意一下 如果说两边搭配基本差不多 那就主要看什么 看你这个企业的管理层 它那种风险的偏好情况了 所以说这里面就提到了 你是保守型的呢 冒险型的呢 还是市中型的是吧 还有就是什么呢 就是盘活资产存量的投资 比如说你这鞋里面呢 有闲着的厂房 有办公楼 那怎么把它用起来呀 你比如说那个办公楼 我们可以把它这个装修装修完善完善 我就可以用它是不是 或者说我那个车间是不是可以租出去呀 等等等等吧 其实我们说了 在经济不太景气的时候 我们就会发现 我们市场上就会有大量那种资产的闲置 对不对 这时候呢 你要注意呀 你要有脑瓜的是不是 而这个时候呢 那些闲置的那些资产 你拿来的时候 应该是很便宜的是不是 而且有的时候你老板都跑了 那这时候呢 如果说你有脑瓜 你可以跟他去寻求合作 应该是一拍即成 因为他那放着也放着嘛 对不对 就这时候怎么样 你就可以很优惠的价格来拿到这些闲置资产 然后当然你要事先想好的要干啥 是不是 其实将来我们说一个很好的一种创业的形式 就是搞资产如何运营 资产如何运营 等到将来的经济一向好转了 那各方面几乎都来了之后 那时候再想拿到这样的资产 很困难 而且价格非常高 那个时候如果你再找那个老板去谈合作 因为他已经有机会了 他就不会再跟你合作 所以说当这个经济不太景气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那些闲置资产 你要抓住时机 而且是很便宜的 是不是 很便宜的 好 那接下来呢 就是他说根据什么呢 根据这个项目的控制程度不同 他说可以分明什么呢 有一体化的 有适度分权的 常设性的投资 还有这种进退结合投资 这个呢 我们在这个企业的 不同的生命周期期段的时候 我们是不是讲过了 那就说你在初上阶段的时候 是一体化投资战略 是吧 然后成长期的时候呢 是适度分权 成熟期的时候呢 是这个常设性投资 然后呢 这个衰退的时候怎么样 我们采用的是进退结合的投资战略 我们在那块都说过了吧 OK了 把它熟悉熟悉 也就是说 它是和你的企业的不同的生命周期期段 是想配合的 想配合的 接下来呢 就是关于这种间接的这种投资战略选择问题 这里面一提到间接投资 主要是什么 比如说我们通过购买证券 包括债券 包括股票啊 把资金投入其他企业 然后赚取相应的汇报 那我们说这种间接的这种投资 也就指这种证券投资 那就是我们投资之后 比如说我债券投资 将来就可以得到什么 将来就可以得到这种利息的收益吗 如果说我今天是股票投资 我将来怎么样 将来就可以得到这种鼓励的收益吗 当然还会有一个股票的价差收益 是不是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需要注意一下了 为了能够适应的风险 大家也分散 这时候呢 你注意一下什么 投资组合理论运用 所谓投资组合的理论 那就意味着 你不要光选一家公司啊 选多种证券 是不是 我们既有这个政府债券 也有公司债券 既有这个中长期债券 也有短期债券 同样我们在进行股票投资的时候 也是一样 也不能光选一家公司股票吧 可能我对于不同的行业的股票 可能我都会有所涉及 那这就是一个投资组合理论的应用吗 可以把风险降到最低 是不是 接下来呢 就是关于投资时机的战略选择问题 我在什么时候啊 在哪个阶段头啊 那么从企业的不同发展阶段来讲的话 我们是有初创期 成长期 成熟期和衰退期 比如说你在这个投资时期把握的时候 你是侧重于这个初创阶段 然后兼顾着这个成长成熟 那就说明什么 说明你这企业有很强的创新的能力 所以说你才会侧重于初创期的这种产品 对不对 有创新的思维 创新的意识 当然还有这个先进的技术 如果说你在投资的时候怎么样 你侧重于这个成长和成熟期 而对于这个初创期还有衰退期 基本上说是不涉及的 那就说明什么 说明你是更为关注稳定的获利 因为在成长成熟阶段的话 这个经济风险就相对要低一些了 而且呢 它的收益相对比较稳定 获得稳定的回报 这是你的用策略点 是不是 当然呢 有的时候怎么样 我投资均衡一分布它的四个阶段 那就说明什么 你初创期成长之一成熟期都有了 是吧 那说明什么 说明你的创新的意识也比较强啊 有创新的技术啊 而且你生产能力也不错呀 对吧 各方面都比较强 这才会坚固嘛 再有呢 你可能会侧重于这个初创期和成长期 那么对于这个成熟期和衰退期呢 你可能不太看重 你如果这样的话 就说明什么 说明你的优势 有创新的意识 有研发能力 而且呢 你的生产管理能力也比较强 所以说你才会关注于这个初创期和成长期 那也就意味着这个怎么样 完全是根据你这个企业的这种特征 然后去选择一个时机 是不是啊 你是关注于哪个阶段吗 那接下来 就是投资的期限站的选择 那一说期限 无外乎就是长期和短期 对不对 那这里面讲的长期的这种投资战略 这里面就包括什么呢 因为包括你的固定资产的这种投资 厂房设备啊 土地啊 是不是 这属于什么 属于经营性资产投资问题吗 那么在长期投资里面 还要包括长期的对外投资 你比如说 我可以长期的债线投资 长期的股权投资 甚至怎么样 我们这里面可能还是一种并购的问题 是不是 这都属于长期的投资战略问题 然后接下来呢 就是短期的投资 那么短期投资也就意味着 这个时间比较短 通常在一年之内啊 所以说它的变现能力是比较强的 那么既然它周转快变现能力强 所以说它的风险相对比较低一些嘛 那么这里面呢 我们说具体来讲的话 比如说我们可能会持有现金 现金就不需要变现了 是不是啊 可以直接作为我们支付的一种手段了 那就是流动性最强的嘛 再比如说像我们这里面讲的还有存货的这种战略呀 还有这种交易性金融资产投资战略等等 那交易性金融资产的话 同样变现能力非常强 存货这块呢 相当于是变现的能力要相对差一些 那我们说在企业里面通常还是长期短期要紧相结合 讲的是什么呢 讲的是投资组合的问题嘛 那我们说这种投资组合的话 长短期兼顾 我们说你的风险就可以更好地去分散了 也就是你的投资组合理论运用问题 是不是啊 那接下来呢 我们来看个案例 说假计算公司呢 始建于1992年 在近30年的这个发展过程中啊 为了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益 始终呢 坚持将资金的投到最需要的项目上 并要求呢 在投资的时候 应该关注市场环境 技术环境 政策环境 消费环境的变化 在其不同的发展阶段 实施了投资战略的汇总如下 第一个 1998年呢 以货币资金1300万元 购买国外先进的信息服务器 这个设备 用于什么呢 信息产品的研发 第二 2003年至2007年 连续呢 在多地建立企业基地 来扩大公司的规模 以面对激烈的市场竞争 接下来 第三个资料 2009年呢 投入600万元改造原办公大楼 建成的大屏幕显示 网络化和智能化的办公大楼 盘和了2000万元的存储资产 第四 从2010年开始呢 甲集团公司广泛涉及房地产 商贸流通和金融等多个领域 直接间接控股和参股的公司 超过100家 要求 第一个 根据资料呢 指出甲集团公司 投资战略实施 遵循的原则 这里面体现什么原则 达什么原则啊 不要把我们这个投资战略的原则 全扳过来啊 第二个要求 根据上述的一至四项 分别指出甲集团公司 实施的投资战略的类型 那我们来看一下 这里面呢 体现的这种投资战略应该遵循的原则 就两项 一个是集中性原则 一个是全变性原则 他说把这资金投到最需要上面上 集中性原则 随相关的环境的变化而改变 那叫全面性原则 多达了就没分了 那接下来 那我们这里面的第一个资料 购买国外先进的信息服务器设备用于信息产品的研发 属于什么呢 属于提高技术进步效益的投资战略 这个应该比较好理解了 是不是 第二个建立多个企业的基地来扩大公司规模 它属于什么呢 提高规模效益投资 人家告诉你吗 扩大规模吗 第三个 改造原办公大楼 建成一个大屏幕显示的网络化智能化的办公大楼 很显然 这是一个什么 盘活资产的一种存量的投资战略 在那闲置呢 是不是 第四个资料 直接间接的控股或参股多领域公司 属于什么呢 我们说属于一种间接的投资战略 这个应该区分起来没这么复杂吧 这就OK了 这个投资战略这块我们还一直没考过呢 我们各位考上注意一下